今天下午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 在长沙为张艺兴颁发聘书 继续聘请张艺兴担任湖南省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 一上台一如既往的白衣西裤亮相 看上去精神有朝气 这就是张艺兴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就做了一个 就做了一个好青年来做的事情 不是 我只是做了一个对于我来说 就是就很基本的事情 但是大家真的没有想到说 能有这样的可以拿到这样的荣幸 可以安排的荣幸 对我来说真的是莫大的感谢 听完这个911年长沙小伙的一番话 着实是谦虚 自去年7月担任宣传工作推广大使以来 他致力青年公益项目 服务青年成长 传播青春正能量 比如为自闭症儿童送温暖 向湖南地区捐赠15台救护车 今年湖南暴雨期间 又与粉丝共捐款10万元 以及为湖南贫困地区捐赠多所一星书屋等行动 今年再次担任 他急切地想将湖南所有特色文化推广出去 湖南的小吃啊 我是到了世界各地我都介绍了 就是不管是炒菜也好 还是著名的小吃也好 我是世界各地 我都去跟大家沟通交流 就希望各国人士都会来尝尝 咱们湖南长沙的小吃 也发动了很大一份 国外主持来尝尝 看着张艺兴激动地说眼神中闪烁着泪花 足以说明他对这份工作的重视 将传播正能量视为己任 今天一星的外公外婆也陪同而来 坐在台下认真地听着 谈及自己的这番陈旧 他说得感谢从小带到大的外公外婆 其实外公他是党员 他是一位老党 他是一位经常会跟我讲的一些党的故事 我小时候外婆婆已经长大了 所以黄金人告诉我的 更多的是真善 跟去怎么去帮别人 思维习惯说 那我就应该去帮别人 这也没有什么好去的说 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帮助别人可能也是给自己的一个认可 就是证明你还是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一个公众人物在面对外界压力时 不仅自身努力把音乐事业做好 还尽所能地帮助他人回报社会 这是所有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近期张艺兴第二张个人新专辑Ship 在登陆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后 就顺利拿下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专辑榜单冠军 创下华人歌手在世界专辑榜的记录 位类第九成功几身前十名 刚刚发现了将自己的新专辑 然后还取得不错的成绩 希望可以也是说一个中国人 还是蛮骄傲的 据悉明天张艺兴还会带着这张新专辑 在长沙与大家见面 接下来他将继续用切身行动 传播正确价值观 带动社会正能量 新闻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接下来